你回去 也闭门寺过三个月 免得外人说出来 说我办事不公 谢大王 大王 大王只是让爷 在下私过三个月 你也觉得这处罚太轻了 是有点轻了 但这对爷来说自然是好事 大王只是想让你私过 证明除了吊包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察觉到 不 银哥吊包这么机密的事 都能查出 不可能查不到其他事情 那为何大王只对爷 做了这么小的惩罚 其中必定有诈 爷是觉得 大王在谋划什么事 他这人的性格 向来藏而不露 表面甜淡 实际暗藏心机 说不定 再想办法来对付咱们 那爷打算怎么做 红玉夫人那边怎么样了 放心 他的相好 已经不会再出现了 难道爷觉得 这事是红玉搞发的吗 大王究竟要如何做好 是啊 看下一盘什么样的棋 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 不管怎样 咱们的行动 应该要加快才是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大王 荣荀此次回去 必会加进逼宫的步伐 大王 您真的想让那个 谋害大王的人 得到王位吗 柏瑶啊 你是宫中的老人了 你知道我 我是王 在江山社稷面前 我必须从王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我没有资格 去顾及个人恩怨 那 那这王位也不能交给一个 奸命之人呢 我膝下无子 若是除了荣荀 等我死了 郑国毕竟大乱 而那个时候 寄予我郑国之人 就有机可乘 那时 不是谁来做这个王的问题了 而是这个世界上 还有没有郑国了 那事态会变得怎么样了呢 郑国不就会在一瞬间 没了吗 所以眼下 让荣荀继承这个王位 是权宜之计 只要郑国不乱 百姓不输战祸 我荣氏的国作算不得什么 王 他不能做 他如此登上王 他不得 都帮人 他不得了 我会让他 他自己留意 心里不得忍 他不得不忍 他不得忍 他不得忍 他们的意思 也不不忍 你们 在这 Marcus 就在这边 有什么 来 起来 伯瑶 轻者自轻 为了江山设计和我郑国的百姓 这点委屈不算什么 想当年 荣巡被发配北方 我兄长是希望 磨练他的性子 他却一直以为是我害的 王兄猝死 我不得已继承了王位 我从北方召回荣巡 想要殊之同心 可我却没有 没有想到 他德行如此败坏 如果我大哥还在 也必然 必然不会容他 狼子也信 虽然荣巡仅存我二人 但是如果他继承了王位 那么我郑国 郑国就会走向灭亡之路 因为他做这个王 只是为了私欲 大王的一片苦心 劳农 明白 苦心 如今 我也就剩下 对英格的一片苦心了 若是尚夫人 能知道大王处处 都是为他着想 他一定会 别让他知道 永远都不要让他知道 如果是因为恨我 他能活下去 我宁愿让他恨我 听说荣元 你将他关进了亭华山 为什么 或许这是荣元 保护英格的一种方式 保护 把人关进深山里面壁 算是保护 这是男人 保护心爱的女人的方式 你不会懂的 与其说是保护 还不如说是伤害 那如果你是英格 你会如何选择 我会选择 和心爱的人一起去死 所以 永远必须要用这种手段 换成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 因为我也不会舍得 让你去死 我又不是没死过 也许这辈子 我必须为你死一死 才能赎罪 所以说 英格的心结 是不是应该就是荣元 如果他知道 荣元为他做的一切 我想 他就应该不会有 那么多恨了 如果他知道真相 或许就能打开心结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 平华山 夫人 你已经好几天 没吃东西了 吃点吧 我被关起了多久了 夫人 已经半个月了 我被关起了 你在这里一切可好 大王不是不要赢哥了吗 怎么又来了 我怎么能不理我自己的 少夫人 来 我们回宫吧 我知道 这些天你受了太多的委屈 那里本来就是你的家 为什么不能回去 你 大王 歇歇吧 野生了 你要保重身体呀 来日不多了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什么香儿 这么好闻 是上夫人 以前种的枝子花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真的希望有臣妾陪伴我 当然是想让你陪着 陪着我上天堂 当然是真的 我还想再自私一心 让你陪伴我去另一个天堂 可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要你好好活着 就那么恨着我活着 也好 大王 不好了 听华山出事了 上夫人逃了 去找 一定要把他找到 继续搜 是 快给我搜 快 是 收着我仔细来 没面 快 是 你过来 进五秒 没见过 过来 你 没面 进五秒 来 进五秒 没见过 没见过 你快 快点搜 去那边 都给我找仔细了 听说了吗 咱们大王的上夫人 突然死了 我听说了 说这上夫人 死得悄无声息 真是有点奇怪 后宫之中 尔虞我诈 死个把夫人 算什么呀 是是是 你说的是 不过我看这个事 没这么简单 多半是这个 红玉夫人得了龙肿 就把这个看不顺眼的 上夫人给干掉 要你这么说 咱们大王终于有此事了 是啊 来 给我搜 是 是 快点 快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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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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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押回去 是 走 走 听说火雨有喜了 恭喜 大王 这上夫人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您不后悔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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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儿 灯儿 您的手 您的手为什么这么冰 着凉了 你不知道 其实火此人是感觉不到冷暖的 但是最近我越来越觉得我的感知好像恢复了 就像这样你拉着我的手是暖的 但是周围就是冷的一样 终有一天我会让你的手再也不是那么冰 我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出去 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之前我们两个都认为触目的关键在紧缺身上 但是巨魂箭的冰封却越来越重 会不会我们找错了方向 同为女人我觉得英哥的心结不止紧缺一个 她最大的心结是她的容缘已经不爱她了 这才是她心中解不开的结就好像一扇关闭的门 只有把心结解开那扇关闭的门才会打开 知道了关键所在解开英哥的心结就是我们的机会 那我们就赶快行动 有人传言陈国国君给大将审案送去了一个秘匣 传说只有苏语才能打开 我也听到了传闻 密霞中的灵印是镇国之宝 能使持有者法力无边 是啊 听说她娶了魏国女将宋宁为妻 现在魏国已经成为陈国的附属国 难怪有传言说陈国早已将目光盯上了咱们镇国 这是早晚的事情 也有何打算 以前陈国和咱们镇国实力相当 现在陈灭魏国国力大增 又有了魏国这个附属国 看来实力各方面早已超越了镇国 镇国王位迟早是我的 如果咱们不做个打算的话 我的一切努力就白白浪费了 别打算怎么做 我已经在沈安府里安插了自己人 他会设法离见沈安宋宁 让他们扶起反目 破坏两国的联盟 借机盗取密霞 消除对正国的威胁 那派谁去接应 这个人我已经想好了 爷 什么事 被关在亭华山的尚夫人 近日逃下山来了 那边情况如何 尚夫人已被大王亲自擒住 谢一杯押送亭华山 王宫那边有什么动静 大王已经回宫了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银歌呢 什么情况 亭华山如今被围得水泄不通 无法谈知尚夫人的状况 密切监视王宫 去吧 是 大王定是恨极了银歌 要不然也不会对他处罚这么狠 你以为大王会惩罚银歌 他这是在保护他 保护 怎么会啊 大王现在这步棋 不光你看得多 恐怕银歌自己也未必看得多 既然他以为这样 就可以抢走我的人 那我没有道理 不利用这次机会 难道爷是想 你放眼平后府看看 还有更适合的人吗 可经历过这么多事 银歌恐怕不会再为平后府卖命了吧 只要我能给银歌想要的 他必然会答应 可眼下亭华山被围得水泄不通 恐怕难以进入 我的手下可不是废物 我就不信 没人进得了一个冷宫 爷 咱们现在处于刀尖之上 遇使千万要冷静了 更何况你不是说 大王他是个心思缜密之人吗 谁知道他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 万一 就算他容颜给我布下一张网 我也要闯一闯 爷 追 被发现了 走 抓住他 好 果然不是一个一般的秦师 说吧 谁只派你潜伏在平后府 头听我们谈话 又有何目的 不说 拉出去 白了 你敢 我是大王派来的 大王派你潜入平后府 又有何目的啊 大王派我来探查你跟上夫人 是否有奸起 大王为何 派你来侦查此事 你以为大王 为何将上夫人关进亭华山 因为上夫人进宫后 就日日思念侯爷 被大王发现了 所以大王才如此大怒 把上夫人关进亭华山 面壁十年 她日日思念我 此话 可当真 不当真 大王为何派我来啊 好啊 那你倒说说 尚夫人是如何日夜思念我的 自打尚夫人进宫后 就整日闷闷不乐 大王封她做了尚夫人 她也无所谓 经常被指人偷偷掉眼泪 还在梦中呼唤着你的名字 既然在梦里 呼唤我的名字 是啊 虽然被她尽力地掩饰过去了 但是大王还是不放心 得知你要澄清后 她更加地伤心 既然亲口承认 自己就是杀手英哥 是她自己亲口承认的 是啊 我想她也不想隐瞒什么 她得知你要澄清后 就没打算活 我负了她 是我负了她 那这么说 你真的跟英哥有私情了 你是如何知道 英哥跟锦雀调包的事情 当然是大王告诉我的了 别说这件事情 你们之间所有的事 我都知道 亲口瓷魂 不信啊 不信大可跟我去亭华山 当着英哥的面对质啊 你以为我 不敢去 那咱们 走吧 我 不信大可 不信大可 我 不信大可 我 不信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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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家都休息一下吧 是 以后在我面前 少指手话叫 听见没有 我是大王的人 你难道不听大王呢 大王 我干嘛听大王 笑话 平华山上的守卫不多 马上给我攻下来 咱们赶快走 大王 大王 您醒了 什么时辰呢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我睡了多久 这些天 您一直昏睡着 我做梦 在梦里面 好像把我这一生 又活了一遍 大王 您梦到了什么 我梦到她 我和她一起 度过的那些日子 真真切切的 就好像 就好像 重活了一遍一样 好像 在梦里面有个人 他跟我说 这一切都是梦 可我怎么也不相信 那些都是梦 有时候 梦都是真的 只是发生的地点 不同而已 她怎么样了 传心来说 她很孝陈 对每一件事情 都不感兴趣 想也想得出 她会是什么样子 只要她活着就好 大王 您真的不后悔 这样做吗 这是保全她性命的 唯一的办法 我送她的是 一生一世 就算十年以后 她青春不再 她依然可以去过 她想要的生活 我希望她认为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她 她会忘了我 我 我恨我 赵皇 夫人认命吧 你这么想不开 不吃不喝的把身体糟尽坏了 大王也是看不见的 清平 你有过梦想吗 我不知道啥梦想不梦想的 我就想以后嫁个好人家 生个孩子 再种快好田 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那你有过心上人吗 我表哥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他说要一直等着我 大王让你在这陪我十年 表哥会等你十年吗 这 在这种人不 glaub了 他说要是这样 度过心下 会痛苦 era两个人 好 肯定 还有 我说是 对 我相冲啊 我只能弄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的日子过得可好 每一日我都在担心你怎么样 不错 不愧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杀手 即便在最绝望的时候 也可以保持如此的冷静 这么大口地吃饭 是为了出逃而准备的吧 你这么着急地出去 是为了寻找什么 为了找人 还是为了找外 我早就说过了 过去的赢哥已经死了 从此以后 我不会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 我也为自己而活 你逃不出去的 荣原已在荣月宫里加开了人手 即使像你这样的顶尖杀手 也难以逃出去 既然你进得来 我当然能出得去 别忘了 我可是你手调教出来的 即使你能逃得出去 荣原性格如此毒辣 他会布下天罗地网 急拿你 你又该何去何从 你是我平侯府的杀手 你的仇家遍布整个天下 一旦你的身份暴露 整个九州 你都难以存活下去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给你自由 再去办最后一件事 给我自由 我平时我在相信你 其实我有很多人选 但我不想看着你毁掉 因为你是我的杀手 我不想看你在这冷宫里 欲欲而终地死去 你知道 你在我心里多么地重要 我多么地割舍不下 我更不能眼看着你 被荣原这样下作小人而抛弃 这样的结束 是不是太凄惨了 放心 我不会再对任何人有感情了 你们书枝根本就不配提爱这个字 你们的爱 你们的爱情